孩子如果现在是三到六年级 如果明显感觉他的语法有一定的短板 那么欢迎可以进入我们的实用语法 Level 1到Level 2 Level 1的最终课程设计的目标呢 是让孩子们能写出很学术的 而且比较精彩的句型 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个知识点 比如说像Punturation标点符号的运用 很多家长一开始孩子上课 或看到这个教材的时候发现 哎呦 学标点符号吗 难道这么简单 实际上您知道吗 在我们的SAT考试中 其中占400分的文法部分 那大部分考都是跟标点符号有关的内容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考点 而在我的教学经验中呢 哪怕是11 12年级的学生 对于各种各样的标点符号的运用 也是不得要领的 比如说举例子 一个逗号如何使用 两个逗号如何使用 逗号跟分号的区别是什么 那冒号跟破织号的区别是什么 两个破织号在一个句子中代表什么含义 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呢 因为到了九年级级以上 不管我们在完成学校的课业 还是在进行一些大学申请 写文书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写的essay是一逗到底的 您知道其实逗号是所有语法 这个punturation里面最最容易出错的部分 当然一逗到底即便用对了 也会显得没有一些多样性了 而当使用语法level 1 即使已经打牢的时候 欢迎同学们进入到 使用语法level 2的学习 在level 2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会涵盖所有 甚至一直到高中毕业 孩子们需要掌握的 所有跟语法规则相关的内容 包括句子的简写 一个句子表达同样的意思 能不能用最简洁的方式 把它表达出来呢 这是非常关键的 包括句型的多样性 包括这个里面相关的统一 agreement 包括所有的修饰语modifier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关键的 我们在写asset的时候 非常非常实用的内容 同时呢 在我们的使用语法课程体系中 从level 1到3 我们的上课内容 尽量摒弃非常枯燥的 每天就做语法练习 或者是改错练习 不是这样的 我们会希望把所有的语法知识 要结合同学们的精读能力 以及写作能力 就好像我们很多的作业 其实都是跟精读跟写作相关的 即便会上语法课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